第一节,骑士18比32落后森林郎14分第二节,骑士42比69落后森林郎27分第三节,骑士67比102落后森林郎35分骑士最多落后41分,最后狂说28分,真的,宁尼苏达的冬天太冷了,估计骑士几个首发的双手都被冻肿了,完全找不着空呀,在前,谈到重回宁尼苏达,乐福说,很高兴再次来到这里,我在这待了六年, 这感觉很棒,赛后,看了自己的成绩单,我想乐福应该会后悔今天来到这里吧,是的,他7投1中,只拿到3分200,乐福还不是最惨的,整个上半场,三大首发J25中0,乐福6中0,小托马斯7中0,三人合计18中0,前场比赛下来,骑士首发38投10中,得到28分,J27投0中,小托马斯11投3中,乐布朗8投4中, 克劳得5投2中,乐福7投1中,没错,一向奸品的三寻老汉,今天也尾了,詹姆斯本场出战27分钟,8中4,只拿到10分,连续得分上双的记录差点就没了,上一次老战得分不超过10分,已经要追溯到遥远的2007到08赛地了,当时骑士74比92败给小牛,也没有今天输得这么惨, 而且,詹姆斯今天的正负值39,创造了他生涯的最低正负值,此前詹姆斯生涯的最低正负值为-34,老汉本场唯一的高光,时刻应该就是这次把泰洛斯琼斯的上篮山堆吧, 不过很快,琼斯在快攻中面对詹姆斯的追防,上演了一记大力踢扣,詹姆斯的面露无奈,菲林郎主场的虚喜若狂,完完全全就是这场比赛的缩影,在第三节还有6分47秒的时候,眼看球队已经落后高达30分,无心恋战的小托马斯索性提前打卡,溜了,溜了,威金斯持球突破,补防的托马斯一掌打到他的下巴,直接领了一个二级热力犯规,被驱逐了,最近这几年, 詹姆斯常规在打球的里面一直秉承的是两个字,养生,不过,这回养生的碰到杀生的了,不吹不飞,威金斯应该很庆幸托马斯有1C5,如果他再矮两公分,这一刀手直接打在猴角上,威金斯估计直接就送火葬场了,眼看大嘴险些被175一掌打猛,老大哥吉米巴特勒赶忙前来查看,咦,这是什么手法,把麦,只见这必顶心灵神,尿手空空, 心中暗自念的,奇迈,奇迈啊,事实证明,巴特勒真买神一眼,威金斯此后愈战愈勇,比分也被越拉越大,今天威金斯出战30分钟,19中9,砍下全场最高的25分,外加600一注,正负值加35,说到打骑士,最有心得的应该就是大嘴老师了,怀着对骑士的恨意,大嘴对阵骑士场均能拿到29分, 不过说来也奇怪,都这么有心得了,这也是威金斯第一次赢骑士,此前这场面对骑士的比赛,威金斯全部失利,其实,再仔细想想,斯林郎现在能赢骑士也没啥奇怪的,毕竟咱现在有大JB了,吉米巴特勒和詹姆斯的对抗,加上这一场,JB已经第七次赢了詹姆斯了,今天的JB依然还是那么硬, 刚看詹姆斯不落下风,还砍下了21加8加9的全能数据,嗯,有了大JB就是不一样,今天的大嘴,痛病快乐着,虽说今天骑士坦败,但这口大锅,咱骑士也替补坚决背,骑士五位首方合砍28分,年年强抢赢了维金斯三分,反观骑士的替补则是合砍了71分,打脸部,其中格林十五中九拿到22分,维德九头刺中拿到13分406注, 科沃尔11投7中,三分球包投5中,拿到19分800,尽管是一场溃败,科沃尔还是创造了一个个人记录,生涯三分总命中数超越皮尔斯,还在历史第四,今天的森林郎的替补拿了40,也就是说骑士的替补赢了31分,所以你可以说森林郎血洗了骑士,但骑士替补血洗了森林郎替补,维德,我是来打兄弟篮球养老的,没想到却成为了遮羞部,讲道理的话,下一场 比赛,骑士替补该打首发了,骑士首发该做板凳了,毕竟骑士替补这么给力,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